北京时间11月13日,在一场被受瞩目的鲁户大战当中,固然刘伟成就CBA历史上,第三位万分先生极为吸引眼球,大两位火箭就将的内线斗把同样是焦点。 山东大外援莫泰延续火爆状态,他前三节就已经轰下双20数据,莫泰全场则是贡献32分32篮板6助攻2抢断3盖帽的双30超级数据,更已经连续三场比赛直撤轰下双20数据,莫泰连续爆发成就山东三连胜,而他目前场均抢到16.5个篮板,也是领跑CBA成为篮板王。 无疑在丁燕宇航与劳森离队后,莫泰已经成为山东南南的绝对正合领袖,作为上赛季山东南南取得重大成绩突破的三合之一,莫泰无疑仅仅只是山东的三当家,毕竟本土领袖丁燕宇航才是焦点核心,而小万元劳森在场上的作用与地位也超过莫泰, 不过今夏丁燕宇航选择赴美打球告别山东,而劳森也因为职业态度,问其未能留队,即便是舆论一度传出山东想要更换小爱人的消息,但至少目前随着谷德洛克逐步回暖,劳森暂时尚未重回山东打球。 当沙东的整体势力较之上赛季出现明显下滑,尤其是丁燕宇航与劳森两大核心离队,继续留守的莫泰则无旁代成为星河,莫泰除阶木战对阵辽宁仅有16分之外,他之后的连续十额比赛,均至少轰下20分,过去两场对阵将苏与同袭致战,则是分别轰下24加25,于27加21的双20数据, 如今面对与上海南篮的狭路相逢对垒,尤其是莫泰迎来与斯科拉的内线对决,两位星亡火箭就将之间的较量无疑成为左右胜负的重要因素,当28岁的莫泰遭遇38岁的斯科拉,哪怕阿根廷在实际来状态有所回暖,但显然双方之间相差10岁的差距,也注定在力量对抗,速度体能等方面, 莫泰会占据绝对上风,而上海也是派出斯科拉,张战旭与董汉林等内线,轮番出击用车轮战去消耗莫泰的威力, 不过在首节莫泰就算对打出优质的攻防表现,从而单鞋将上海限制到尽得到13分,而山东首节就取得26-13多达13分的领先优势,并且上班场结束时,山东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6分, 莫泰自然是引领山东持续压制山东的首攻之城,毕竟他上半场已经爆开17分17篮本四助攻一场段一概冒的无解数据, 完胜斯科拉上半场的10分次篮板,成为上海根本难以限制的内线怪兽,尽管上海在下半场借助双外援的轮番攻击追奋,并且在前三节将分拆缩小到减差7分, 但莫泰依然在极为舍用支撑球队的攻传防大局,诚然,莫泰自体能受到严峻考验, 他在第三节被围剿后进攻效率有所消滑,前三节的投篮准星不足无成,尤其是外线仅有五中一的三分球准星, 只是莫泰是借助疯狂内线搏杀给予上海压力,前三节已经赢了10次罚,球并命中8球, 并且前三节已经轰下23加27加6的大号双20数据。 即至莫泰的决战时刻,莫泰依然是永康领袖,中任与上海展开此刻,面对上海的疯狂反扑追击比分攻势, 莫泰不仅继续延续内线杀伤力,率队死死压制上海维持领先优势,并用疯狂的冲墙篮板掌控局势, 不给上海逆袭的可能性,成功率队完成三连胜。 莫泰用32加32加6的火爆表现,证明他的领袖核心威力,也是完胜斯哥拉的19加8, 而莫泰半场狂想32个篮板,也是创造CBA生涯记录,更是他首次轰下双30数据, 莫泰如今还是CBA的篮板王,毕竟仅有他一人,目前场均篮板数突破15加,文罪沃浮生。